第四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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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浪季節第二季 好了,我們工人 怕不因為在廁所便秘,就會淘汰啦 單純的意外還是怎樣 都不要緊啊 快點快點,我遲到了 趕快,給我 這是我第一次 下水,好可怕喔 要許大人遊俠快來救我喔 可是不要擔心啊,衝浪就是 三分考實力,四分考運氣啦 那剩下的三分咧 反三分竟然是洪洪之力啦 幫你展示他過人之力 不是還是擋不住漂浮的小包塊 好,實在太高了,我們請 海軍隊強的人海歐來請你現場吧 我們期待幫你收屍 可惡大洋遊俠怎麼還沒過來啊 應該是跟海超人約會了嗎 不管啦,我要先上岸啦 就不知這個衝浪滿早已被詛咒了 即使召喚史上最可怕的東西 對 YES,移動吃了魚刺耶 好,不對,是大白鯊 可是酷刑男要挑戰他人生中第一個大浪衝下去啦 沒中 YES,更多魚刺耶 哇,快來救我,快來救我 親愛的人類,你看清楚啊 都是你們 獵殺我們的同胞 把生理買給強國人吃 你們這些台灣人可惡 如果我沒有搞死你們 你們還不是會過來搞我嗎 阿樂樹下嘗試,千萬不要站在椰子樹下面 保證會被砸到機率非常高 哈囉,我們來收屍啦 快點,國軍放下靈異熱褲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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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說你的電距從哪裡來的 場上就只有酷型男一個 來一個特技表演 比達終點 目前我們第44季的衝浪比賽 優勝者是酷型男 話說酷型男 這一招根本就是犯規吧 哪有人 優勝者可以帶一個衝浪版回家做紀念 那我們44屆衝浪季節衝浪比賽就這樣 告辭一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